繼續來了解谷歌Pixel 6方面的最新消息 谷歌新品Pixel 6系列手機即將到來 新的設計對比上一代Pixel 5有著重大的改進 因此人們對它的期待很高 此次,谷歌Pixel 6系列包括兩款產品 就如你看到的漩途那樣 它們設計的新鮮地方在後置鏡頭上 背部有隆起的後置鏡頭模組 Pixel 6 Pro配備有後置三鏡頭 並還加入了潛望式變焦 以及具有5倍的光學變焦和120倍數碼變焦 常規款Pixel 6則僅保留主色和超廣角鏡頭的攝影能力 進一步的傳聞還指出 谷歌自己的芯片也將運行到這兩款設備上 雖然現在還不能具體確定它 但谷歌自己的新芯片性能 將鑒於骁龍888和去年的骁龍865性能之間 或同骁龍870有一樣的性能 另外,現在谷歌Pixel 6系列的無線充電 和電池方面的洩露也出現了 在2018年開始 谷歌就有推出Pixel無線充電器 當時僅供Pixel手機進行10W的無線充電功率 回到現在,三年時間了 谷歌將啟用新的無線充電計劃 並結合與Pixel 6自身 使用以實現更快的無線充電 據來自爆料網站分享 其在當前Android 12.2的代碼中 發現了一些相關的證據 新的Pixel充電器 可與即將推出的Pixel 6手機同時推出 並且無線充電器中還內置有散熱風扇 這可能意味著無線充電器 能夠收出超過第一代的10W功率 回到Pixel 6系列身上 新的外型和機身大小 我們也已經了解了 這是今年谷歌帶來的全新產品 並且兩款產品也將採用更大的電池來配合使用 據說小1號的Pixel 6配備有4500mAh電池 而較大的Pixel 6 Pro電池容量為5000mAh 所以說谷歌為他們的無線充電提供了更快的功率 但到目前為止 具體的充電功率還是一無所知 需要注意的是 新的無線充電器設計還可能延續此前的功能 使用時可激活手機中的一些UI軟體 這些其也就是包括了用戶顯示的日程安排 交通信息和最新通知消息 此外它還會在夜間自動打開誤擾模式 至於價格 Google以79美元的價格推出了第一代Pixel無線充電器 並附贈了數據線 而新的即將推出的Pixel 6無線充電器的價格 可能要高於第一代的價格 新一代的Pixel 6系列手機上市時間 應該在9月或者10月份期間 不過在國內它是不會發布的